最近就跟朋友聊天 就聊到在尖沙嘴一个大型豪华的商场里面 我就看到有内地游客 让他们的小孩就当众在商场里面大小便 就非常的随便 就真的是随意的大小便 那一聊起 原来不只是我看过这样的情形 原来周边的朋友也遇过这样的类似的例子 大家都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那怎么可能让这种事情 就大小便的事情在商场里面发生了 对不对 不过这可能是我们想会不会是内地人的习惯 或者是他们觉得因为是小朋友是小孩子 所以无所谓就不需要遮遮掩掩的 就拉着他们到洗手间去 但其实这样是非常非常令人不能够接受的 这实在是越来越普遍的 在香港里面很多人都看到过这样的情形 好了 那因为这样的这个情形 今天就看在报章上看到一则新闻 就正好就想在这里也给大家讲一讲 相信大家也会非常的有共鸣 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有一个网站就选出列出了香港人 十大乘车丑态 那乘车包括了公车 就巴士 地铁 还有这个火车 好我们看看有哪一些丑态 那可能大家看了心中也会就会心里笑 觉得这些都是真的是大家都遇到过的情形 好十大丑态之一 有一个是什么呢 是剪指甲 这个剪指甲 我相信是实在是太多人遇到了 剪指甲这种事情呢 应该是在什么地方做的 应该是在我们的浴室里面 或是在自己的家里 而不是在这个公共的这个车厢里面 那你想想你剪指甲 我每次看到有人在我旁边剪指甲 我就好害怕 我觉得他那指甲就弹到了我的脸上了 对不对 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在这个车厢里面剪指甲 这种事情应该是在家里面做的 这太可怕了 好还有一个什么丑态呢 就有些人认为很多人曾搭这个公车的时候 就是音乐太大声了 虽然有些有些人呢 就是在车厢里面开音乐 但是他又不用耳机 他就这样当着开着 其实现在我觉得不是音乐太大的问题 而是呢 他们打游戏机玩游戏机就拿着那个iPhone 然后他们玩游戏机 可是又不用耳机 哇令到那个声音 玩那个游戏真的是非常的吵 这个就是另外的 大家不能够接受的其中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什么 住男住女 这个什么是住男住女 就那些人 就我们车达地铁的时候 不是有那个柱子吗 让我们握着了 以防这个车厢紧急刹车的时候 大家不会跌倒 可是有些人呢 就很习惯一进到车厢里面没得坐的话 就靠着背靠着那个柱子 那其他人呢 就没有地方握着那个柱子了 对不对 那这种人呢 我们记得他们叫 曲男 曲女 跳钢管舞了 OK 另外一个就是 大声讲电话 这个例子呢 我相信很多人也会遇到 特别是搭火车的时候 火车里面的很多人就刚从内地下来了 或是他们立刻画电话卡 然后在电话 立刻拿着电话 喂 你到了哪里啊 对不对 经常都非常非常的大声的讲电话 这种时候 我就会做什么 我就立刻戴着耳机 非常非常的这个扰人的 这种大声的讲电话 有这个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耐人寻味 就是什么呢 在车厢内化妆 在车厢内化 化妆 这事情当然只会发生在女性的身上 但是我觉得 我们就看到有女生在车厢里面化妆 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 真的是神乎奇迹啊 散敷可以给 为什么呢 因为化妆呢 是需要非常精细的 特别是我看到有女生在车厢里面 画眼线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神奇哦 因为我们画眼线呢 就是在家里画的话呢 也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因为那个地方是得非常细致的描嘛 可是有些女生就真的能够在车厢里面化妆 哇 就不只是茶胭脂啊 嘴唇这么简单 就能够画眼线 其实我们看过一个例子 就有个女生呢 在这个车厢里面贴甲睫毛 哇 你看这么高 这个高技术的事情 她做得出来真的非常厉害 不是盖的 好 另外还有一个是很多人不能接受的 就是什么呢 强行挤进车厢 这可能香港人都觉得很难接受 因为人太多的时候呢 大家特别是在一些人多的地铁站里面啊 那就特别上下班时间啊 那很多人就得不停的挤进车厢嘛 那你还没进去 后面的人就已经把你推进去了 可是呢 这情形可能香港人觉得很难受 但是呢 我就听过一些游客说 哇 他们对香港这样的情形呢 真觉得是大开眼界 真的是因为在他们自己国家里面 可能人口没那么多 搭地铁的人没那么多 所以他们觉得呢 你在车厢里面能够遇到这样子的风景啊 他就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对游客来说呢 可能还是一个很有趣的事呢 好 另外一个就是 小童在车厢内 大便 要变变啊 变变要变变啊 那怎么办呢 就立刻在车厢里面解决了吗 这是 我能够说 这是最近啊 在香港里面 经常很多地方都能够看到的 这个真的是 大家得好好的去重视 这个随便的问题 这随地大小便 这随便的问题 真是越来越严重了 好 另外一个 大家不能接受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霸卫 霸卫 是啊 我经常趁大地铁的时候 就看到 有些人呢 就希望有位置坐 就哇 这个门一打开 立刻冲进去 就赶快坐了下来 就霸卫给 在后面跟着进来的 家里人啊 或者是朋友 这是霸卫 那没办法 这个情形 大家已经司空见惯了 霸卫 好 还有一个 很难接受的是什么呢 是体位 哇 是啊 特别是夏天 现在正好是夏天 大家知道 都知道这是什么滋味 这个体位 五星要出影了 胡仙又来了 这个体位 真是没办法 所以在夏天里面 大家真的是 这个如果是 满身的汗水什么的话 那大家就得自己留意了 好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就膝盖顶前面的座位 这个在地铁里面不会发生 但这会发生在公车 就是乘搭巴士的时候 有些人呢 就喜欢就用你的背 把你的背当成屁股啊 就滑下去 然后呢 就用你的膝盖顶住前面的位置 对不对 这在电影院里面也经常发生 看电影的时候 也很多人就喜欢 啊 越看 他越坐越下 越坐越下 然后呢 就膝盖 哇 不停的 称着你前面的位置 这是很难受的 好 我们来看看 除了香港呢 因为有这个 列出香港乘车的十大丑态 在广州呢 也这个 他们也选出了 就是在广州 他们经常看到的 有一些什么乘车的漏袭 我们来看看 跟香港有什么不一样 他们不能接受的是 随地图谈 这随地图谈 大家都知道了 在内地是 这个他们叫放飞镖 非常大家随地都能看到的 另外一个是达金 达金 达金是什么呢 达金就是插队 插队 这个这个是所有的十大里面 我最不能够接受的 就是达金 插队 插队 这个他们真的是还没有排队的习惯 总之就是 看前面没有人站的 他们即使有人站的 他们也会就狠狠地站在你前面 这个真的是 他们的漏袭 没有办法 另外一个非常恶心可怕 是抠脚趾 抠脚趾 这个字念抠 抠 第一声抠脚趾 这个通常是发生在谁的身上 发生在马拉楼 马拉楼的身上很可怕 对不对 他们坐下来 然后就大脚一敲 然后就一边摇一边抠 这个实在是 不能言语所不能够形容 这个抠脚趾 好 另外一个也是 他们这个跟香港人经常见到的 就是大声讲电话 大声讲电话 这在内地呢 是真的是经常都可以看到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无话可说了 就是随便 就随意的大小便 他们怎么会这样呢 真的不能明白 好 看看还有哪一些漏袭 除了随便 还有这个是 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喊居骚 飞离 特别是人多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 不少女性都遇到这样的事情 就是被喊居骚了 被飞离了 这个 可是我发现了香港的女士都很勇敢 特别是早上上班乘车的时候 我已经遇到不下有好几次 就是有女士被喊居骚 被飞离的话 他们都会非常勇敢的就发出声来 就真的是当面指着那个人 就然后引起其他乘客的注意 然后大家都上前来帮忙 这个大家如果遇到喊居骚的时候 千万不要沉默 一定要讲出来 好 那另外这个也是 这个跟香港一样的情况 就是趋男趋女 就是条钢管炉 一上车就倚着那个柱子 让其他人就没有地方握 握着那个柱子 这是非常不好的 大家要留意 有时候有些人 他是不经意的 他并不是故意的 那就是一个习惯 一进去就倚着那个柱子 没得坐的时候 就倚着柱子 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 可能我们就得提醒他们了 好 另外一个是行李塞门口 这可能在内地比较常见 因为他们这个地方大 很多人都得乘车去 拿着行李到不同的地方去 所以经常可以看到 他们这个大小件的行李 就提着大小件行李乘车 那有时为了方便他们上下车 那所以他们就会把这个行李给塞在门口 好 还有一个是什么 一人八 八多个位置 这个就是八位了 一样的 有些人 可以看看这边这个 他们内地人 这个在香港比较不会出现的 就在内地就看得到吗 这个 就他们就躺在这个车厢 躺在车厢里面 睡在车厢里面 一个人八多个位置 不过这个在香港比较少见 好 另外一个 这个也很有趣 这也在香港少见的 但在内地 他们却认为是 经常见到的肉席 就是赤膊乘车 所谓赤膊就是什么 就是 我想又是马拉楼 那些很多男士 他们就不穿着上衣 不穿上衣乘车 他们就觉得 这个乘车可能已经是 家常便饭了 所以他们就觉得 不穿衣服乘车也是可以的 但其实 你乘搭公共交通汽车的时候 你已经是在那种 公共场合里面了 所以千万不要 吃薄乘车 千万不要不穿衣服乘车 这在香港我们倒是少见的 好 那这些就是在香港和 广州 大家列出的乘车陆席 希望大家 这个可以提醒大家 不要犯上这样的陋习 因为会令到你身边的人很难受的 好下个星期再见